希望大家要递听递听 要专心的听 要专意的去听 听经才能够得到利益 首先我们念佛的人 我们应当要知道 要明白 我们今天念佛的目标 是在哪里呢 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搞明白 对于我们念佛的目标清楚了 你就会精进了 你就不会容易懈怠 而且你在念佛当中 你会发现 借用这句名号 天天的不断的反省自己 检讨自己 观察自己 这样念佛 才能会得到利益 不然的话 我们念佛 烦恼也是造就 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去提醒自己 反省自己呢 因为我们反复 人非圣旋 疏能无过 我们反复容易迷惑颠倒 而迷惑了 那我们就会避免不了去造业 只要我们一天的凡夫 你就避免不了自己的果实 所以为什么我们念佛的原因 就是在这个地方 检讨自己 怎么样来成就自己 怎么样来帮助这个道业 能够天天的进展 天天的进步 这样念佛才会有意义啊 你说对不对呢 不然的话 你念佛做什么呀 所以这个事情呢 我希望我们同修博士的金钟学会 你们要好好 要记得 我们今天来念佛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一定要清楚啊 不然的话 那真的很可惜 但是 今天如果我们念佛 只是因为为了要修一点福报 比如说我要修福报 你不用求 因为这句名号的福报太大了 因为阿弥陀佛的福报太大了 你不用去求他 只要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都能够修福了 如果今天 你只是说 我今天来念佛 只是说 我只要修福 我要消灾免难 或者增加我的 人天福德之事 那这句阿弥陀佛 没有什么特色了 为什么呢 你可以不用念阿弥陀佛 你可以念观世音菩萨 你可以念地藏王菩萨 或者你可以念文书斯利菩萨 普贤菩萨 大士之菩萨 或者其他的菩萨 或者其他的诸佛 主书 如果我们只是需要一点福报而已 你没必要念阿弥陀佛 那今天我们阿弥陀佛的特色在哪里 这个就是我们的特别 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的特色是在哪里 我可以念阿弥陀佛的特色是在哪里 我可以念阿弥陀佛的特色是在哪里